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就是根据所见所闻来看的第一种情况不少媒体都有提到 就是有些人是已经卖了房子准备进入到股市 准备进入到牛市的开启之后实现自己的财富自由 后面的那个情况呢理论上应该也有 在中国这么大国民那么多 但是却是从媒体报道的角度来看的还是相对较少 因为现在中国官方的媒体现在是拧成一股神 就是要把中国的经济光明论给他畅想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于国明的帖子就是显得有争议性 极富传播力 不过到了9月30日的下午 于国明教授透过社交账号就给自己辟谣了 郑重声明 这条发文是别有用心的人假借我的名义发布的 与我本人无关 要求发布本条消息的人立即删除这一条信息 并做出澄清 本人保留追求法律责任的权利 发出郑重声明的郁国明 根据认证的信息 是他本人本尊没有问题 所以下面的郁国明 据说SB这个小作文 那理论上就是别人附会的作品了 但确实是很有趣 说实话 现在中国大陆的学者日子都不好过 但凡自由派倾向色彩浓一点的 敢于为一些事情说一些真话 或者说表达和中国官方观点不同 都会遭到比如说警告 勒令退休等等这样的处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郁国明去SB细数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小的 咱们言归正传 9月30也是和银行界的朋友在交流 就是说如果说要他们能给到建议的话 就是别想那么多了 先赚到钱 先去股市 再说 所以可以看到银行界 也算是金融界的人士吧 已经是处在这样的一种 非常非常亢奋的状态了 接下去我们就要看一看中国股市的表现了 堪称是疯狂创下了一连串的历史记录 有些人心脏不好啊 听我来念 这个数字可能都有点承受不了 三大股指在早盘是继续跳空集体大幅高开 早盘虽然五大行的股票下挫 一度是拖累了股指表现 但开盘35分钟成交破了1万亿元 是创下了一个新的纪录 午后继续高歌猛进势头不减 户指更是直接站上了3300点的关口 创指最大涨幅超15% 深城指最大涨幅接近11% 那么中国媒体特别提及 值得注意的是 深城指的涨幅是创下了 自1996年12月16日 A股实行涨跌幅限制以来的最大当日涨幅记录 这个是第二个记录了 接下去 沪深两市成交总额 9月30当天是2.6万亿元 也是刷新了历史记录 这个短短的 您看一个交易日 三个历史记录 至少是创了三个历史记录 2.6万亿元成交额是什么概念 其实大概一周前左右 就是4000亿 5000亿 6000亿 在那里徘徊 一下子是多了2万多亿 可以看到确实很多人是 跑步入场 相关的指数打在屏幕上了 您可以来看一看 根据金融数据一些公司所做的统计 在9月30星期一 沪深两市及北交所 共5330只股票上涨 有多少只股票下跌呢 8只 平盘的是10只 根据中国大陆媒体的报道 由于交易量过大 多家券商的APP应用 在星期一9月30是出现了交易卡顿 登陆失败 无法显示数据等问题 那很多人肯定是血压升高了 根据投资者的反馈 不完全统计 招商证券 中信证券 银河证券 申案红源 国信证券 同花顺等等 券商 其中不法很多是头部券商 他们的软件 都是出现了或大或小的问题 然后呢 为了应对交易量的激增 部分券商是应急启动了备用的站点 用以交易 确保备用站点的资源和性能 满足当前9月30日的需求 此外 不少券商提前在基础设施建设系统的运维 监控等方面是加大了投入力度 在消息面上 各种创付的消息 可以说是一波接一波刷屏 比如说 传的很广的一个消息 有一个人啊 一天就赚了五十几万 还有一则消息 又接着很多主流媒体的报道都有提起 就是说一个作家吧 就是以写书为生 来赚一些板税 赚一些稿费 突然说 这几天牛市家里凑了一下 一共五百多万 这几天是赚了三百多万 预计牛市之后 应该就实现财富自由了 所以书也不写了 以后就算提起笔重新写 也是完全为了艺术了 还有一个数据 可以说是赤裸裸 很真实 冲击力也很强 就是短短几天之内 中国的A股总市值 是从74.98万亿 咱们就算75万亿吧 一下子是升到了多少 84.86万亿 算作85万亿 所以从75万亿 一下子几天呢 升到了85万亿 那么把这10万亿平摊到 中国大概是两亿出头 多一点点的股民的数量 算起来每个人差不多是赚了4.7万 所以看到这个消息 很多人都是赶快看自己的账户 到底有没有达到这个4.7万元人民币 哎呦 类似这样的东西是一波接一波 可以说是让人目不暇接 紧接着又可以看到 有一些人已经是赞赏 无清了 证监会的主席 说无清无清 确实这个名字就是起的好 这个人用的就是非常的棒 无清 没有青色 没有绿色 因为骨子是完全都在上扬 一片红 哎呦 真的是整体一个集体的亢奋的状态 但是很有必要一提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 还是有中国专业的媒体援引一些 分析人士的说法 在打预防针 就是从技术层面来看 确实已经短短的这么一周 几天的时间啊 就已经到了牛市 但是到底是真牛还是假牛 到底是长牛还是短牛 到底是不是风牛 有专业人士就特别强调啊 你中国的股市 那是不是大牛长牛 那就要看大牛长牛 一般来讲啊 显然这个只要是去买股票的人 都有一定的了解 就是根本上是看经济走势 企业盈利与创新预期 在中国呢 经济走强是依赖于结构性的制度改革 所以这几条中国到底有没有 如果说有 是不是这几天之内就已经落地了呢 所以专业人士就提醒啊 快牛 水牛 风牛 不可持续 而后果是什么 就是对散户的通杀 所以关于这一点 投资者心里啊 是要有底的 基于这样的认知 所以专业人士对于后世的判断啊 就是说目前中国的情况 那就是非真牛 非大牛 非常牛 属于水牛 短牛 风牛 激情牛 结构牛 A股啊 小周期逻辑是不改 那么上证指数 三千五百 风顶 后世的第二个判断呢 就是如果说中国在 结构性的改革上啊 有所推进 那也是中国的央企 国企的股票 会上涨 短短的这么几句话 其实呢 说的客观来讲 还是比较的清楚了 也就是反映了前面 那个假 郁国明 帖子里 现在很多人在议论 或者说在担心的 地方 而且呢 中国的股市 短短的一周左右的时间 出现了如此 可以说 令人折舌的反转 呈现了一片啊 所谓的牛市的心心向荣 再一次表明 中国的股市 它却是政策式的特点 非常的突出 它能够体现 政策面的情况 能够体现啊 情绪面的情况 但是它没有办法 去真实的体现 经济面的 真实的情况 所以 是罗子 是马 中国的股市 后市 短期之内 到底会出现 怎么样的变化 中国的经济光明论 在股市这一块 会不会持续的 持久的畅响 因为9月30号 是9月份 最后一个交易日 接下去就是 10月1日到10月7日 中国的国庆假期 见证啊 75周年的一个长假了 所以回头来看一看 10月8号 会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现在很多人也是说了 那就要继续长红 索性啊 国庆期间就不要休逝 但是也到了一个 需要冷静的时候了 而且呢 中国官方 中共现在非常迫切的期待 不管是股民也好 还是普通的中国居民也罢 十一长假期间 去痛痛快快的 大大方方的消费 因为如何提振消费 一直是中共非常头疼 脑热的 那眼见着股市呢 确实形势看好 他们的期待 应该就是说呢 普通人会花更多的钱 现实也是很清楚的 就是中国共产党 搞这么多的意识 形态的教育 习近平新时代 思想的主题教育 然后总体国家安全观 念紧箍咒 这样的一些 虚头外脑的东西 其实根本 对于一个中国人 或者说对一个正常人来说 根本就没有办法提升 他们的愉悦感 幸福感 获得感 唯有什么呢 唯有真金白银 货真价实的这些东西 才能够去提升获得感 所以中共 为什么呢 其实稍微晚一段时间 去推这些刺激政策 也不是说不可能 但是呢 在十一长假期间 去推 显然 有一个经济的目的 政治的目的呢 也是考虑到了 就是要迎合一个 所谓的团结的 胜利的 祥和的 喜庆的 十一 竞争纪念 说完股市说楼市 因为在中国房地产市场 向来有经久银食之说 凸显的就是 九月份和十月份 对于房地产企业 一年销售业绩 它的影响啊 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在政策层面啊 最大的一个政策 就是926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是指出 要促进房地产市场 止跌回稳 这个止跌一般的解读 第一个就是说 它的销量要止跌 另外一个就是 它的售价要止跌 要回稳了 这个是这么多年来 中共的政治局会议 首次喊出 要促进房地产的市场的 止跌回稳 那么紧接着 在城市这个层面 很快的一线城市 就闻风而动 9月29日的夜间 上海 深圳 广州 这个是四大 一线城市中的三个了 是接连发布了 楼市宽松政策 其中广州的政策调整 是最为彻底宣布 全面取消当地的住房 限购措施 四大一线城市之中 现在只有北京 截至北京时间 9月30日的白天时间 北京是还没有出台 新的楼市放松政策 根据中国大陆财经媒体 所披露的 来自房地产行业的信息 通常一线城市中 北京的相关政策调整 出台是最为谨慎的 所以北京理论上会出政策 但是会慢一点发布 而广州此前 是基于当地的供需关系 和房价走势 是已经多次大幅度 放宽了限购政策 所以这次全面退出限购 广州的做法 也不是意外之举 北京之外 上海 广州 深圳 这一个城市 是纷纷调整限购 限贷和税收政策 目的就是在 刚才前面也提到了 银时 这个十月份 特别是 十一长假 来临之前 要带动楼市的预期 和交易量的提振 为房地产 全年增长目标 贡献主力军的作用 为所谓的止跌回稳 发挥基本盘的作用 这是中国一些专业人士 分析认为的 接下去在房地产企业 这个层面呢 能够看到 其实90分以来 包括就是这几天的时间 有一些房地产的企业 包括河南浙江 房地产的企业 是已经啊 推出了一些新的楼盘 在营销的过程之中啊 也不再兜兜绕绕 有的房地产 就直接在推新楼盘的时候呢 我们全线涨价 几个百分点 还有一些楼盘呢 就推出了 所谓的保价计划 比如说就承诺 你在我们这个小区 买了一套房子 那么在售的同类房源 后续就是以后啊 继续卖的时候 是不会降价销售的 那如果说项目出现 降价行为 前期的业主 是有权享受 退房款的差价的权益的 当然这个 可能也是一个话术 因为很难确定啊 这个所谓的同类房源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你朝向不同 算不算同类房源呢 所以啊 这个涉及到很多细节 但是总体来看 不管是说涨价的营销 还是保价的承诺 房地产开发商 都是为了给消费者 一个信心 请你赶快掏钱 马上上车 为什么呢 那因为啊 急不可施 过了这个村 没有这个店了 为什么你要相信我 或者说我作为 房地产开发商啊 就值得信赖呢 因为9月26日 中共政治局会议 是首次提出 要促进房地产市场的 直跌回稳 确实有一些 房地产开发商 把这个放进了宣传的 话术里面 就不知道普通的人 是否去买账了 接下去的 这七天的十一黄金周啊 再加上整个十月份 对于中共 所做的这个要求啊 或者是说呼吁 要直跌回稳 是验证中共 它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的 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 当然对于房地产 发展商来说呢 那当然内心是 更加的迫切 现在可以做 纵向比较的 最迫近的就是 5月17日 当时中国国务院的 副总理何立峰 在切实做好 保交房工作 视频会议上 就首度提出了一个 其实就是收处的方案 鼓励地方政府牵头 去收购烂尾楼 去收购 开发商已经没有力量 再去开发的 闲置的土地 然后呢 同一天 中国的央行 也是抛出了一个 3000亿的再贷款 就是给到地方政府啊 一个贷款的支持 去收处 但是这样的相关的利好 还有一些措施啊 5月17日推出的 大概刺激作用 就是维护 维持了两个月 那么就看这一次的 926政治局的会议 以及这一次会议之前之后 包括三大金融监管机构 所放出的一系列的利好的刺激 它的作用能够持续多久 在楼市之外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人事 聚焦的 首先还是这一位啊 黄守红 60岁 那么他在9月底之前 还是中国国务院的研究室的主任 那么中国的国务院研究室 简称国研室啊 就是国务院的下面的一个办事机构之一 是国务院一般认为国务院的智囊 所以国研室的主任 就是最高智囊 就是总理的智囊 之所以关注黄守红 是因为啊 9月27日 在中国的官方啊 发布的免职名单之中 就有黄守红 不再担任国研室的主任了 那么从9月27日开始 中国社交平台上 包括金融圈的一些人士 就在传一个消息啊 说提出顾本培原建议的经济学者是谁啊 就是黄守红 国务院研究室的主任 那么已经被免职了 因为他要为中国经济的 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没有迅速的高效的采取办法 要付出责任 关于这样的一个流传 比较广的观点啊 或者分析 那其实呢 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顾本培原 难道是黄守红 提出来的吗 就算是他提出来的 他作为一个智囊 甚至是总理的最高的智囊 他不是最后的拍板的人 不是决策者 所以这个板子 怎么可能打到黄守红的屁股上呢 公开信息可以看到 黄守红是在2016年啊 接替当时是转任中国国家发改委 政部长级副主任的宁吉哲 然后升任国研史的党组书记主任的 所以可以看到黄守红 那确实大多数的时间 作为国研史的一把手 是为李克强服务的 在李强成为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时候 分析人士当时认为 黄守红很有可能就会离职 但是现在已经是过了一年半的时间 所以黄守红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替罪呢 那倒是有这个可能 最新的信息已经显示 黄守红现在担任的是 中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 还是正不及了 这是一个头衔置散的岗位 如果说没有特殊的情况 他就这样的等待退休了 但是顾本培元这个说法 现在进行搜索 很难理解说是黄守红提出来的 更不用说是他拍板的了 李强中国国务院总理 他现在是9月29日召开了一次国务院的常务会议 要求啊就是尽快落实9月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的精神 他是没有提 想必也是不敢提顾本培元了 但是稍微早一点 6月底在大连所进行的世界经济论坛 李强作为国务院的总理是专门向外界介绍了顾本培元 是中国所采取的经济策略 就是呢要稳住阵脚 不要下猛药 当时现场还有一个比较搞笑的场景啊 就是想顾本培元这个中医药领域的词语的时候啊 李强有些卡壳 犹豫了大概10秒钟左右 一下子没有想到这个词 不过最后还是记起来了 事实上啊 顾本培元作为中医药的概念和中国的经济战略策略挂钩 其实呢他最早提出的时间 是在2021年4月底的4月30的中共的政治局会议 在那一次会议上会议要求 那其实就是习近平要求 要求什么呢 就是要精准实施宏观政策 保持宏观政策 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 不急转弯 把握好时效度 顾本培元 稳定预期等等 所以这个那和习近平就直接 发生了关联 顺便再提提黄守红 他作为国研室的主任 因为国研室主任的重要职责之一 其实就是撰写政府工作报告 给总理两会之中去做一个汇报 那么黄守红是在2024年的3月份 李强所做的这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之中 他是担任了主要的撰写工作 或者是统筹工作 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您比较时间 习近平在2021年的4月份 其实都已经在经济领域是谈到了顾本培元 其实透过公开的信息能够看到 习近平是顾本培元的忠实的拥顿 他最早一次使用顾本培元 可以追溯到2014年的3月间了 当时他强调 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 抓作风建设就要反谱归真 顾本培元重点突出坚定理想信念等等 当然他早一阶段用顾本培元主要谈的是政治事务 政治范畴 一直到2021年4月底的政治会议首次 把顾本培元和经济做了关联 前面已经提到了 所以这个板子是打不到黄守红 这样一个政部级的官员身上说 让他对中国的经济决策失误来负责任 最后他可能也确实只是一个牺牲品 习近平已经低下了他的头 中国很多政策都在调整 包括对外 包括对内 从理论上来讲 在这些重大决策之前 中共的内部应该是有一番讨论意识 最后最高决策者拍板 不同的学者智囊有可能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也不排除一个可能性 一些所谓的学者去迎合领导之所想 去猜测领导最后是怎么样做决策 然后往这个方向努力 给他去提供所谓的意见和建议 不知道黄守红究竟是不是这种情况 那最后领导拍板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决策也不需要 中国没有议会 人大包括人大常委会 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画屏和摆设 所以决策一旦敲定 24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台 然后从中共中央决定 一直层层往下来压 给人的观感 咱们通俗一点就是 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知识 尤其是这一次中国股市的一些变化 完全不回避 是正在开市的时间 没有选择一个周五发布的相对稳妥的办法 所以互联网上有一些帖子 目前A股的这个阶段 就是武则天守寡 什么意思呢 失去理智 不只是散户失去理智 可能有一些机构投资者 现在也是拿不定主意 但是归根结底 就是这种决策的方式 让人想到了什么呢 想到了2022年12月 中共在严防死守长达三年 对于新冠病毒的这样的策略之后 突然是在要没有准备 疫苗特别是好的 信使核糖核酸疫苗 没有引进的情况下 最大限度的接纳了新冠病毒 导致了老年人的大量的离开 此一时彼此还真的是很相似 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水平 尤其是中共的长期执政的目标 受到影响甚至是冲击的时候 它会用上一些雷霆手段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特别的还是有请您多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打赏和会员支持 不管说是打赏频道 还是打赏我本人 都是由衷的感谢 我们下次见